接下来再看一下 重整制度中的其他规定 以及和解程序 为什么这样安排呢 因为整个和解程序 它的这个知识点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从体力的角度来看 我们把重整制度分成了两部分 在第七节介绍重整的后面的内容 好 首先涉及到关于重整计划草案 的强制逼准 前面我们讲的表决方式 对吧 表决的时候是分成组 每一组都同意了 这个组就通过了 通过的提到的法院 法院要是看没问题 这个时候法院就批 这个时候充整 程序就终结了 终止了 可是在实践中恐怕不见得 所有组都能通过 有担保债权人组觉得没问题了 没担保的债权人组 还觉得问题很大 对吧 职工债权人都想多得一点 所以在实践中 很有可能每一组都通过 是不现实的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个重整制度 就就此陷入僵局呢 不 我们就规定了强制批准 所以强制批准适用的前提 就是有部分表决组 没有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再表决一次 再表决一次呢 这个结果当然不可以损害 其他表决组的利益啊 就让你再表决一次 如果这一次再没有通过的话 才又适用强制批准 所以说适用强制批准的情形 它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 但是以下知识点 建议同学们了解即可啊 不用去背 说没有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 拒绝再次表决 或者呢 再次表决也没通过 但是符合下列条件呢 就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批准 包括什么呢 有担保战券组啊 怎么怎么样 职工战券组和税款组 怎么怎么样 普通战券组如何如何 这个我们一般都不怎么考 也不建议同学们去背它 除此人组应该如何如何啊 等等这些 这些大家都看一下就行了 不重要 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后面 人民法院对于重整的计划 进行强制批准 就是他的权利 但是权利不能滥用 如果要是确需要进行强制批准的话 至少要求有分组后的一组债权人士 通过了这个冲整计划草案的 换句话说 所有的表决组对这个冲整计划草案都不满意 这个时候法院也不能强制批准 至少的有一组是满意的 好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第二就是各表决组中的反对者获得的清堂利益 不低于以破产清算程序所获得的利益 就是说你现在对他进行重整 按重整计划草案 一算我可以分到多少钱 那么这个钱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比对 说如果不走重整 直接按破产清算 我能分多少 所以我们这里的要求就是 你通过重整程序能够获得的清堂利益 不低于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获得的利益 这样重整才有价值 接下来有这样的小的指示点 四 什么情况下才定终止重整程序 并宣告三部人破产 如果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人民法院批准了 那这个时候重整程序就终止了 下一步就不叫宣告破产了 而是执行重整计划了 对吗 这里我们讲的是 重整程序被终止了 但是要宣布他破产 那一定就是因为重整计划没通过 没通过就两种情况 不管哪两种情况都是法院没批 一种是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 所有债权人主都同意了 但是到法院的法院说不行 或者债权人会议没通过 这个时候想要强制批准 找法院法院说不批 所以这两种情况 都指的是你的重整计划的草案 没有得到法院的批准 所以这个时候重整程序就走不下去了 怎么办 终止重整程序 然后直接走到下一步 开始宣告他破产 开始把他的财产拿来进行破产清算了 所以在整个破产程序中 看不看到法院还是比较重要的 第五简单看一下就行 重整程序因法院裁定批准该草案而终止的 也就是说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整个这个重整计划最后的法院批准了 这个时候重整计划 重整程序终止了 然后下一步大家就可以正常来履行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重整案件就可以结案了 大家就按照这个重整计划来执行就可以了 而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以后 按照当事人申请 可以做出重整程序终结的这样的一个裁定 接下来看第二 关于重整计划的执行监督和效率 分成这样的几点 第一先来执行 重整计划原则上要由债务人来执行 如果因为特殊的原因导致原先重整计划无法执行 这个时候债务人或管理人可以申请变更重整计划一次 记住这里变更只能变这么一次 对于变更计划有这样的一些小点 债务人会议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应当是提请人民法院来批准 也就意味着现在你的重整计划草案 是不是债务人会议先讨论通过呢 我们前面讲过 对吧 现在就把这个重整计划草案拿出来了 然后债务人会议讨论通过了 讨论通过以后法院批准了 批准以后 现在该你们按照这个方案干的时候 发现了想太好了 情况发生变化了 这个草案执行不下去 执行不下去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说我们变更一次吧 那这个时候你们还需要把变更后的草案 再拿到债务人会议上进行决议一下 决议以后呢 同样走相同的程序报法院来批准 这是这个规定 那如果这个第二遍的程序没走下去 比如说债务人会议不同意了 或者说呢 法院不批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人民法院应相关当事人的请求 可以裁定终止他的执行 那就说明你执行不下去了 虽然你这个重整计划的草案已经通过了 但是执行过程中执行不下去了 也直接进入到下一步 那就是破产宣告 第三 如果人民法院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 这个时候呢 同样啊 相关的制定主体应当在六个月内来提出新的重整计划 这个呢和我们前面所讲 重整计划提出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六个月 接下来呢 看四 税务机关依法受偿后 管理人或者是破产企业呢 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纳税信用的修复的申请 税务机关评价及纳税信用级别 为什么提到这一句话 今年教材增加呢 就这么一句话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似乎考核的价值不是特别大 好 接下来呢 看一下监督 当债务人自己来进行执行重整计划的时候 监督的活儿就是管理人了 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 管理人要代表债务人参加监督期前 已经启动但没有终结的诉讼和仲裁 就在监督期内 对于我监督之前的已经发生的诉讼 还是由管理人来旅行 来代为参加 那监督期满后呢 管理人就得向法院来报告 说报告说这个债务人的情况怎么样 那从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 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接下来呢 看这样的几段内容啊 第三 要依法确保重整计划的执行和有效的监督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和监督期间 应当是一致的 就是你这边在执行 那边管理人同步于军应当监督 如果两者不一致的 人民法院应在确定管理人报酬方案时呢 应当根据管理人的工作量的不同 进行区别对待 其中管理重整期间的管理人报酬按照管理人对重整发挥的实际作用支付 而监督期间管理人的报酬按照他的职责的旅行情况 与债权人按照计划获得清偿的比例等等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支付报酬 这一段同学们也是理解为主啊 再往后看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引发的有关财务人的迷失诉讼怎么办 这个点是很适合考试的 我们前面讲过 一旦破产事情被受理了 与债权人有关的诉讼是不是要进行集中管辖呀 与债权人有关的诉讼就要由受理破产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破产的申请的这个法院来管辖 对吧 所有的跟债权人有关的案件呢 都有这个破产法院来管辖 但是现在呢 我在破产程序过程中 我现在走到重整了 重整计划也通过了 现在在执行执行过程中可能又发生了新的债权账务 那在执行过程中我又借钱了呀 我又签订了新的合同啊 那这个时候这些合同是不是还要回到那个破产法院去管辖呢 我们看不是了 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新的事件引发的诉讼 不再适用集中管辖 这是第一 不适用集中管辖 第二除有明确规定案 明确约定案 这些纠纷也不再由管理人 代表债务人进行 换句话说 债务人自己参与诉讼就可以了 那也就意味着 在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 债务人就仿佛恢复了自由审 那我就还是像一个市场主体一样 如果发生了一个正常的案件 按普通的管辖就可以了 那如果发生这样一个案件 我就作为债务人 作为杨高或者被告 我去参加诉讼就可以了 二不用管理人再替你去了 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考试的 要注意 好 接下来看一下 关于重整计划的效力 第一 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 都有约束力 看好了 对于债务人和全体债权 全都是有约束力的 第二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 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权力不受影响 这点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重整的过程中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可能会发生债务的让步或减免 比如说债务人企业A欠假100万 债为他提供了担保 现在在重整程序中双方同意了减免20万 变成80%了 变成80万了 那这个时候假找到债 要求债作为连带保证人 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还是一般 还是原债务所约定的这样的一种保证责任 所以说就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等 享有的权力不受影响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如果债权人没有依法申报债权的 这里有这样的一些小的点提醒同学们 第一在债务人或管理人向法院和债权会议 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后 仍然可以继续申报债权 第二 但是在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 你不能行使相关的收藏的权利 为什么呢 说你要等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以后 债权人按照重整计划中的相同类型债权的 债权条件再行使权利 接下来呢 来看这样一大段 为什么把这一大段又放在上面呢 看着我们就觉得很头疼是吧 相同的观点不用背 因为这应该是教材21年去年 教材中心增加的围绕着酒民纪要的一些 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的规定 但是这种规定放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CPA经济法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太细了 它实际上还是告诉法官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对于这样一大段呢 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就行 说在重整期间或者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呢 SAP人因法定是由被宣告破产的 比如说现在在重整计划执行呢 SAP人现在恶意转移财产呢 或者是亏损越来越重啊 这个时候就不能执行了 马上终结程序宣告破产 那在这个时候就相当于 你从重整就回到了原先的破产的程序 这个时候法院就不用再立新的暗号了 用原先的暗号啊 让原先的管理人呢 继续履行职责 原先管理人说不行了 不适合了 这个时候再换个新管理人 在重整程序转成破产清算案件中 就是在重整 前面走重整的 现在发现出现法律情形了 不能重整了 转到下一步就是破产清算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管理人的报酬 看你在哪个阶段啊 如果重整期间 是因为法律是有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的 按破产清算案件确定管理人的报酬 如果是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 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的 他的管理人的报酬 按实际工作量来定 这个规定很细啊 很细 但是我们觉得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它不应该是我们的重点 知道就行 所以呢 这里做一个总结 就是重整程序啊 其实和解也是一样 当它转入到破产清算程序的时候 管理人应当按照清算程序 继续履行管理人职责 这里我们就可以简单的 把整个破产的流程啊 画一个图了 第一步 一般是提出破产的申请 当你具备破产原因了 这个时候可以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对吧 提出破产申请 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 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 那是清算主也可以 第二步呢 当你提出申请 被人民法院受理了 受理以后 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后果 我们前面第一节讲的受理 就会讲什么呢 关于你这个指定管理人 然后呢 就涉及到债务人财产的清理 债权的申报等等 包括相关的诉讼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这是受理了 受理以后呢 第三步呢 就应该是指定管理人了 然后呢 同时呢 需要进行债权人 进行债权申报 对吧 那么再往后啊 实际上呢 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个过程 就转到这里了 是什么呢 就是看看有没有重整 或者和解的可能 这是一个岔路口 如果重整和解 到了这个程序以后 再往后 这个程序如果走得很好 到这了 最后整个重整程序 走得非常美妙 按照大家的想法 最后债务人起死回生了 所有的钱都还完了 那这个时候 整个互产程序就终结了 对吧 如果走到了下面一种情况 就是在整个重整计划的 重整期间 或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 出现了 比如说债务人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恶意 所害债权利益的情况 不配合拐领人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终止重整程序 然后宣告互产 就到这就开始宣告破产 那下一步就是财产清算 如果中间没有这一步 那直接就从那一步过到这一步 明白了吧 所以说这里 我们前面那一页PVT 包括这里讲的都是这个程序 说重整或者和解 转入破产清算 就是这 从重整和解转到破产清算 这个程序了 这个时候就要对它进行宣告破产 那这个时候管理人的职责 可能就从这里的监督职责 转到了这里的一个破产清算时的管理人的职责 它的付出的工作量就不一样 所以给它的报酬计算方法就不一样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再往下看 人民法院如果裁定终止冲整计划的 债权人的承诺失效 就是这个冲整计划执行 别执行了 人民法院裁定说你的冲整计划不能执行了 因为你这个执行过程中 债务人财产越来越少 债务人不当的损害债权人利益 这个时候冲整计划你就别执行了 好 不执行 大家记住 就相当于冲整计白走了 这个时候债权人的承诺失效 什么意思 为了当初能够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债权人是做了让步的 我可以让掉我的利息不要了 本金我可以这个减免20% 给我80%就可以 这是它的承诺 但是现在在执行过程中 你们出现这样的问题 损害我债权人利益 法院财经终止执行了 这个时候债权人的承诺失效 那你欠我的钱还是原先的那么多的钱 好 这一点要注意 接下来看这样几点 同样都是要记住的 这才是考试的重点 第一 在重整计划过程中 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提供的担保是有效的 为了重整计划的执行 又额外增加了担保 这个担保有效 第二 重整计划执行中已经接受的 这些清偿仍然有效 不用返回 第三 没有清偿的部分 就继续作为破产债权来进行清偿 第四 在清偿过程中 有的债权人得到清偿了 就在这个重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 有的得到了 有的还没排到他 没得到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等相同顺位债权人获得同比例清偿后 债权人再继续接受清偿 你别说有的已经还了 有的没还 现在重整程序的执行被终止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大家的利益就要受到影响了呢 我们规定这样一种公平的原则 就是你等到相同比例 相同顺位的债权人获得同比例清偿以后 大家一起再继续清偿 不会出现有个别人没有受到清偿的情况 第五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债务人就不再承担清偿责任了 这是一个好的结果 说如果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了 该还的钱都还了 这个时候呢 债务人的债务就相当于全部清偿了 好 来看下面这条题 人民法院在什么情况下 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其破产 A 重整计划草案没有通过债权人会议 但是获得了法院的强制批准 这个时候重整计划草案通没通过 通过了要不要终止重整程序 要 但是不是宣告你破产 下一步是去执行 所以这里要把他们合在一起来看 这是一种情况 所以选项A不是 选项A虽然是 草案通过了 可以终止重整程序 但是并不是宣告破产 而是要继续执行了 B 重整计划没有通过会议 通过也没有获得法院的强制批准 那就直接进入下一步宣告破产 C 重整计划经在全会议 通过获得法院批准 那就去执行 D 通过在全人会议 但是没有获得法院批准 同样的要宣告破产 所以只要没有通过人民法院决定的 就是人民法院没有批准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宣告在全人破产 所以答案选B和D 接下来再看一下和解 前面已经说过 我们重整制度的目的是 希望让在全人通过对自己企业的 重新的管理 获得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 而和解程序是希望通过和解在全人之间的 一个集体决议的方式 实现对在全人的这样的一种公平的清偿 那么这样的一种清偿 它的效率或成本可能要比我们后面的破产清算要高许多 所以这就是和解制度 从和解制度的制度设计来看 它明显和我们前面的重整制度相比 在框架上是一致的 但是在内容上则要简单许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对比的来看 和解程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看它的特征 和解协议不能约束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想有担保权的债权 换句话说 和解协议对于有担保的债权来讲没有用 有担保的债权我可以不遵守和解协议 我就要求我对我的担保权来进行行使 而重整呢 重整是可以在特定情况下约束担保权的行使的 除非你认为你这个担保物对重整的目的实现 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行使担保物权 否则你不可以行使 好 这就是一个区别 第二 它没有强制批准常去 重整我没有强制批准 只要有重整的那些在权人分组里 只要有一组同意了 其他人不同意 这个时候就可以法院来对你进行强制批准 但是和解没有 和解完全看大家之间 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种集体决议的通过标准 第三 和解简单一行成本低廉效率高 这就是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通过和解这种程序 让你快速的把欠他们的钱 完了 第二 申请主体 谁能提出来 不止第一 不止一次来说了 对吧 只能是债务人提出和解 而重整的时候 债务人能不能 能 债权人能不能 能 债务人的出资人能不能 这些都能 甚至精神监管机构都可以 对吧 好 这是申请主体 第二 要注意发挥破产和解制度 简便快捷 清理战权债务关系的功能 债务人根据规定 直接提出和解申请 或者是在破产程序中提出和解申请 法院都应当受理 这个就没有什么考点了 第三 受理了 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 就应该受理 受理以后就召集战权人会议 来讨论一下这个和解协议的草案 看看还给你们 每个人按多少的比例来还 你们同不同意 自受理和解申请之日企业 债权人就可以对担保物行使权利了 这个点要防止他出选择题 从受理和解申请之日企业 担保物权人可以行使担保权 第四 那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怎么表决呢 它也是双重决 一 人数要过二分之一 第二 代表债权额要占三分之二 这个和重整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要求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面要看好了 他的债权额是要占无财产 当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 他的人是要以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为基数 过半数 谁没有表决权 那就是有担保的债权人 所以在这里就相当于把有担保的债权人 和他的钱和有担保的债权额都排除在外了 然后看过败数和三分之二 第五 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协议的到法院去 法院裁定认可了 那这个时候和解协议就通过了 和解程序就不用走了 如果没有通过这样的一种表决 债权人会议的表决 或者是法院不认可 这个时候和解程序就终止 然后直接宣告债务人破产 走到最后一步了 第四 看看和解协议的效率 第一 和解协议对债务人和与和解债权人有效 和解债权人是指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的无担保债权人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句话 和解协议对有担保的债权人是不发生效力的 第二 和解协议执行完毕以后 减免的债务就不用再承担责任了 为什么叫和解 我欠你一百万 现在你就硬逼我还一百万 可能我破产了 到时候你只能拿到二十万 说现在一百万 咱把利息去掉 本金你让一点 我还你六十万 你认不认 对方说那也行 六十万也比二十万多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我把六十万还完了 咱俩的债务就两清了 这里也可能会涉及到 债权人没及时申报债权的相关规定 看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比较一下 在债务人和管理人 向法院和债权会议提交和解 协议草案表决后 可以继续申报债权 在和解期间内 不得行使该权利 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 按照清常条件来行使权利 这个跟前面重整中所讲的 未及时申报债权的规定 基本上是一样的 第二 对于债务人的保证人 和其他联带债务人的效率 不用背 就看 其他人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 保证人和联带债务人 仍应按原约定 或法律规定 承担相应责任 这一点跟重整是一样的 第三 和解协议的终止 终止可能会基于几种情况 第一种 是因为债务人欺诈 或有其他违法行为 而成立的和解协议 债务人说 我仗上还有钱 最后一发现 根本没有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样的和解协议认定无效 然后直接宣告 他破产 走最后的破产清算程序 而在此时 和解债权人 因为执行和解协议 接到了一部分的清偿 那这个时候 在其他债权人所受清偿 同等比例范围内 不需要返还 换句话说 你作为和解债权人 你清偿了一部分 这个时候和其他的债权人一比 一看 大家的比例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不用返还 如果你的比其他人 按比例算下来的多 那多那一部分是需要返还 返还给谁 债务人 然后由其他债权人 大家来分 第二 当债务人不执行或 不能执行和解协议 导致和解程序被终结时 这个时候 经债权人请求 法院要裁定 终止和解协议 执行宣告及破产 这里有一句话 不能提起对和解协议的 强制执行程序 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的 一种债务让语和减免的协议 这种协议虽然有法院的认可 但是它不等同于 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做出了实体性裁判 所以像这样的和解协议 它是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率 你不但拿着和解协议 到法院去了 说我要求强制执行 这个不行 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可靠的法律文书 只有是法院做出的 相关的判决或裁定才可以 和解协议不具备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很有可能出现在 我们的考虑里面 第三 如果法院裁定 终止和解协议执行的 那这个时候 债权人做出的 债权调整的承诺失效 债务人方面提供的担保 仍然有效 和解债权人 所受的债权仍然有效 不用退 未债权部分作为破产 债权这些和前面的重整 是基本一样的 对吧 好 第四 债务人可与全体债权人 达成一致 经人民法院裁定 终结破产程序 这没什么可考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和解的相关规定 叫简单许多了 那么整个重整和和解 我们用了两节放在一起来讲 重点还是在重整上 希望围绕着这个重整制度的 这样的一个传案的提出 它的申请 传案的提出 包括决议 包括批准 执行监督等等 围绕这样一个整体的内容 是让同学们能够对重整 这样一个制度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 然后对比的 来计和解的相关规定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关于重整和和解制度 我们就讲到这里